昨日恒指一度回升,但是收市时仍然跌下来,由高位下跌403点。恐慌情绪未减,说港股恐慌,实际上美股也开始无法适应特朗普。 前日,特朗普又一次开口大骂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。我也忘了这是特朗普第几次开口骂鲍威尔。 这一次骂得更凶。特朗普说目前美国最大的经济风险就是联储局。特朗普也公开表示很后悔委任鲍威尔。更表示不知道会不会炒掉鲍威尔。 在我的记忆中,美国在过去数十年,从来没有联储局主席被总统炒掉。一般上总统若不喜欢联储局主席,会等到主席任期满财换人,半途炒人。 政治风险很大,相信也只有特朗普这样的人,才有这种胆识炒联储局主席。 昨日,恒指由上升变成下跌收市。主要的原因与前日类似,也是受到美股道指期货下跌所拖累。 特朗普开口骂鲍威尔,并无法为加息降温。市场依然预期今年12月会再加息0.25厘。 除非12月之前,特朗普真的炒掉鲍威尔,加息预期上升,影响了收市股的吸引力,使到收市股的股价下跌。 不过,股价下跌又提高了收市股的股息率,增加了吸引力,这两者形成互相对冲的形势。 什么是收市股,数天前。我说会控0056离息已经失去吸引力。 但是,有些收市股,就算是大股灾,股息率也很难上升至6离息,以煤气003为例。 目前股息率只有2.36离,但是依然被投资者定位为收市股。 其股价由今年高位16.16元下跌至今,跌幅也只有8.3%,表现比行指强,煤气每年有10送1红股。 因此,有投资者认为2.36离的股息率也可以接受。 而中电002没有10送1红股,股息率3.38离,也一样被市场定义为收市股。 可见,收市股不一定是高市股。 加上鲜股。 加上鲜股羽。 感谢观看